语文要素 体会文章是怎样围绕中心意思来写的 从不同方面或选取不同势力表达中心意思 还记得班级微信公众号开展的真稿活动吗 汉字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选择一个你感受最深的汉字写一篇习作 欢迎同学们用手中的笔记录生活表达感受 期待你成为小作者小编辑 积极投稿到公众号中与同学相互交流 每一篇文章都承载着作者的思想传递着情感 让我们品味本单元不同作家优美的文字 走进具体的课文中 学习它们是如何围绕着中心意思 安排材料表达心声 刺激的交替带来生命的勃勃生机 春花秋时离不开夏天的拔结成长 世间万物都会长 当我们和汉字长相遇时 会遇到怎样的图景呢 一起来阅读夏天里的成长 这篇课文选字梁荣若的夏天 原文中这样写道 夏天教我们生长 教我们率真 亲近自然 教我们克服艰难跟考验 这是作者眼中的夏天 这篇文章只是想写夏天吗 表达了怎样的中心意思呢 在对文章的预习中 你思考了哪些问题呢 文中写了夏天里 哪些事物的成长 它们有什么特点 怎样围绕中心意思 写出夏天里的成长 题目中的长字 有什么含义吗 同学们质疑的问题 有的是针对文章内容提出的 有的指向了写法 还有的在思考 作者想表达的情感 如果你是作者 你会选取哪些材料 来表达夏天里的生长 这个主题呢 带着这些问题走进文章 学习目的性就更强了 我相信 你能找到问题的答案 也许你还会获得一些启示呢 六年级的同学 能够在课前的预习中 解决文中出现的字 词 句的问题 一起来分享一下 你的预习成果吧 苔藓 这两个字在以前的文中出现过 这就是苔藓 一种分布范围广泛的植物 喜欢潮湿的环境 一般生长在石壁 树干和泥土表面 当温度超过25摄氏度时 生长良好 这个字读四生 这 在甘蔗这个词语中读青生 通过查阅资料 我知道甘蔗是一种农作物 喜温 喜光 含有丰富的糖分 水分 是制糖的主要原料 夏季高温 多于阳光族 十分有利于甘蔗的生长 我还注意到了 这和凤两个字的笔顺 在书写这字时 中间部分的笔顺是 横 竖 竖 横 在写凤字的时候 要后写走至旁 各部件要写紧凑 后这个字 在书写时 要注意右边抱字的中间部分 只有两个横 右下方并不是水 瀑布是从河床陡坡 或悬崖上 倾泻下来的水流 瀑布的瀑 在小站字形中 左边的水字 是它的形旁 表示与水有关 右边的抱字 是它的身旁 本意是指水飞溅 暴雨 在瀑布中 表示水花似箭 所以引出了瀑布的意思 历书 凯书 字形程序的小传 笔画变得平直 规则 你能自主学习这些字 并且准确把握住了字的重点 关注到了 亦读错的字音 亦写错的字形 还有书写中 特别容易忽视的笔顺问题 字写的能力值得肯定 请你将这些译错的字 多读 多写几遍 记住它们吧 字写好了 我们再来读读文中的词语 你能联系课文的内容 给这些词语分分类吗 瓜藤 苔藓 高粱 苞垒 草坪 菜奇 甘蔗 它们在夏天中生长很旺盛 瀑布 铁轨 柏油路 是生活中常见的事物 但是不易察觉出它的变化 活生生 软绵绵 用来形容这些夏天里的事物 ABB式的谍词 一下子就写出了事物的形象 特别富有表现力 学习就要善于发现 归类 注意这个梁字 读二声 在高粱一词中读轻声 刚才的同学也读对了 文中还有两句谚语呢 一起读读 六月六 看古秀 除鼠不出头 割骨喂老牛 你知道这两句谚语的意思吗 有的同学查阅了资料 请他们给大家介绍介绍 六月六 看古秀 指的是农历六月初六 观看庄稼抽碎开花 这时候的稻谷生长旺盛 这时候的稻谷生长旺盛 骨子绣出碎 预示着丰收 除鼠不出头 隔骨喂老牛 除鼠是我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四个 是表示气温由炎热像寒冷过度的节气 暑气到了除鼠就渐渐消退了 这时候的骨子如果还不出头 就没有收成的希望 像无用的荒草一样 只能割掉喂牛吃了 谚语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里 总结出来的经验 言简意该 虽然聊聊几字 可谓道理深刻 蕴藏着中国人的智慧 像这样 表示时间到了 要珍惜时间的谚语 还有很多 我们一起读一读 一寸光阴 一寸金 寸金难买寸光阴 补露趁天晴 读书趁年轻 一日无二尘 时过不再临 有了充分的欲学 请你默读课文 想一想 文中写了夏天里 哪几幅长的画面呢 我觉得文中写了三幅夏天里长的画面 第二自然段写了动物植物在生长 第三自然段写出很多的事物在不知不觉中变化着 第四自然段写出人和庄稼一样 也要抓紧时间在夏天里长 出读课文后 我们发现文章的二至四自然段写了夏天里不同的长 有的同学立刻想到了 在单元岛屿中提出的 以利益为宗 强调写文章 要以表达中心意思为宗旨 散文的特点是行散神句 文章的中心意思就是散文的神 那要抓住文章的神 该怎样找到课文中的中心句呢 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我们听听同学的介绍 从题目找 题目是文章的眼睛 有的文章题目就是中心句 从总体句找 文章开头的总体句 一般都揭示了全文的内容 从结尾找 有些文章的结尾 往往总结全文 点名中心 从过渡句找 有的文章用过渡句来点名中心 我还想补充一种方法 找文章中意味深长的句子 有的文章为了突出某种意思 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往往会反复出现同一个句子 或者会在文中的议论处 透露出文章的中心 这些关键句也可能是中心句 同学们的方法真不少 找准文章的中心句 我们就从整体上 把握了文章的主要内容 同时也了解到 作者想要表达的中心意思 请您播读课文 想一想 这篇文章是围绕着什么中心意思 来写的呢 你是怎样理解的 相信你一定发现了 这篇文章是围绕着第一自然段 夏天是万物迅速生长的季节来写的 这是文章的中心句 把中心意思放在文章的开头 读者在阅读时就一目了然 句子中的关键词 万物表示数量多 万物在夏天中生长 而且还是迅速生长 这与文章的题目 夏天里的成长也是相呼应的 作者写作文章 想要表达怎样的心情呢 散文的学习离不开朗读 你会带着怎样的心情去读这篇课文 是高兴 欢快 还是惊喜 把自己当成作者 设身处地地带着你的情感 再来读读这篇课文 怎么样 这一次读完课文 是不是感觉不一样了 带着情感去读书 我们和作者的交流就更多了 眼前也仿佛出现了 夏日中一幅幅生动的图景呢 作者围绕着中心意思 又是从哪几个角度来安排材料的呢 请你莫读二十四自然段 找一找 各段都写了什么 有没有中心句 提取信息 采用列提纲的方式 理清文章的脉络 说说你是怎样思考的 我们来看看 这位同学列的提纲 我觉得全文围绕着 夏天是万物迅速生长的季节 在二 三 四 三个自然段中 写了不同的内容 第二自然段 举出很多植物动物快速生长的例子 这些都可以概括为生物 所以这一段是围绕着第一句话 生物从小到大 本来是天天长的 不过夏天的长 是飞快的长 跳跃的长 活生生的 看得见的长来写的 这个中心句很明显 第三自然段里也列举了很多事物 但是与第二自然段里不同 这些事物是没有生命的 它们在夏天里也会生长 所以我认为这一段写出了 随着太阳 微力的增加 温度的增加 什么都在生长的特点 这句话是第三自然段的中心句 第四自然段在写人的成长 最后一句话 人也是一样 要赶时候 赶热天 尽量的 用力的长 是这段的中心句 正如大家的发现 围绕着中心意思 夏天是万物迅速生长的季节 课文二至四自然段 从三个不同方面展开描写 作者在写每一方面时 也是围绕着这个自然段的中心句来写的 有的其概括和总述作用 出现在自然段的断首 有的乘上旗下 出现在文段的中间 还有的 其总结和强调作用 出现在文段的末尾 这些中心句 往往是议论性 抒情性的句子 我们一起读一读 夏天是万物迅速生长的季节 生物从小到大 本来是天天长的 不过夏天的长 是飞快的长 跳跃的长 活生生的 看得见的长 随着太阳威力的增加 温度的增加 什么都在生长 人也是一样 要赶时候 赶热天 尽量的 用力的长 准确把握好各段的中心句 我们就了解了每一部分的主要内容 同学们在阅读时 提取信息 采用列提纲的方式 将学习的内容清晰化 提纲窃领 该怎样列提纲呢 你可以像这样 直接将文中的中心句 呈现在提纲中 当然 也可以有更清晰简洁的方法 列提纲 是我们在阅读和习作中 经常使用到的学习方法 它呈现的是内容的要点 也就是说 提纲中的每一条纲目 都应当突出要点 同时 提纲中的内容 还要条例清楚 共有几个大方面 每一方面又分为几个小点 要做到一目了然 简洁明了 你能抓住关键词 概括出每一部分的要点吗 试着修改一下这份提纲 我们再来看看 同学们修改后的提纲 课文围绕着夏天是万物迅速生长的季节 这一中心句从三个不同方面进行描写 第二自然段写出了生物在夏天里生长 飞快 跳跃 活生生的 这些词语都说明生长速度快 所以我概括这一段的要点是 生物飞快生长 第三自然段写的是 没有生命的事物在长 关键词是 什么都在长 第四自然段的关键词是 赶时后 尽量用力 可以概括为 人要赶时后 尽量用力的长 这份文字提纲 就做到了突出要点 条例清楚 简洁明了 成为一名好的学习者 就要学会把文章读薄了 借助您练准确的提纲 我们就从整体上把握了文章的主要内容 同时也发现课文在布局谋篇上 构思巧妙 结构清晰 同学们 要明白文章是怎样围绕中心意思写的 首先就要明白作者的行文思路 在初步学习课文后 我们明确了本文是写了什么 也就是文章的中心意思 夏天是万物迅速生长的季节 还知道文章写了哪些方面 从生物 事物 人 三个不同方面 抓住不同事物的特点来进行描写 下节课 我们还将深入的学习 作者是如何体现中心意思的 课后 请大家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积累你喜欢的语言 继续完善提纲 这节课就是 就是 这节课就是